跟平时完全不一样 贵妃娘娘此言诧异 皇后娘娘不是说过吗 过去的事情 就让她过去吧 人要望前看 所以臣弟以为 此言颇有道理 让王爷尽孝了 王爷公务繁忙 这种闲时细语 不提也罢 臣弟谨遵皇后娘娘教诲 一定会抛下私情 以公势为重 一定不会辜负了 皇兄的信任 既然如此 我们就不打扰王爷了 二位娘娘 臣弟告辞了 世王今天怎么怪怪的 走吧 好无聊啊 跟我说点什么好玩的是吧 今天信王好怪怪的 说话咬文饺子的 说起来 好像上次我们去信王府 他就已经这样了 像吃错药似的 信王今天怎么怪怪的 走吧 好无聊啊 跟我说点什么好玩的是吧 今天信王怪怪的 说话咬文饺子的 说起来 好像上次我们去信王府 他就已经这样了 像吃错药似的 夫人 楚瓶送了很多东西过来 楚瓶 他不是一直都疯疯癫癫的吗 回夫人 楚瓶他的病已经好了 而且还托人 说要求见夫人 哼 他想见就见 万一他来了我这儿 又发了失心疯怎么办 不见 是 什么 又没见到 你是 你是 干 你